第一点就是我讲科德峰 就是抽烟 我看到 做一份颜高我就心里顶着 大家原来 先让我抽一抽 近日有网友投诉称 原复旦大学哲学教授王德峰 在某讲座时 在台上公然违法吸烟 场所人员并未进行劝阻 主持人与其当面交流时 还主动帮忙遞烟 从深圳市控烟办了解到 所在场所被做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10月10日 王德峰拒绝就此事回应 2012年新民晚报曾报道 王德峰喜欢抽烟 在办公室与人交谈时 王德峰总是烟不离手 对于烟的危害 王德峰有些固执 这是一个习惯问题 不抽烟 思考可以进行 但是进行的不顺畅